最近各家科技大廠 掀起了一陣機器人風 最近各家科技大廠掀起了一陣機器人風 這是華碩新出的Zembo 這是鴻海的Pepper 而這是鴻雞的Jubbo 連鴻海剛取進門的夏浦 也有手機機器人RoboHone 一起我們可以做Zembo 最優秀的RoboHone 最優秀的RoboHone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 這個我們講一分錢一分貨 濃濃的煙燒味 這場機器人大戰已經開打 夏浦的RoboHone手機機器人 可以通話造型療癒 而最新的華碩Zembo 主打是可移動的家庭機器人 主要顯示螢幕在頭部 而顯示螢幕移到了胸前 就是這台鴻海的Pepper 主打教育與商用 Pepper靈巧的手指還可以跳舞 那你還是只能做一點 也不能夠幫忙拿個東西 對不對 對老年人 最後坦白講 你還不能取代外老 華碩鴻海隔空校正 跟Zembo相似 但不會移動的紅機Jubo 執行長陳俊勝也表明 設計不會移動 就是怕半夜會半倒老人小孩 諷刺對手們一頓 但其實Jubo也被外界說 是實體化的Siri罷了 這場機器人大戰已經揭開序幕 到底誰能攻下市場 還要看消費者的荷包買不買單